词曲 李宗盛 出来陪我喝一杯 一会儿老板娘吵架了 因为那个表姐 她这个表姐肯定有问题 怎么了 她居然被这希希私下找我 这根本不像一个正常的姐姐 应该做出的事情 私下 她对你做 这也太好了吧 我和希希说过 我可以给她表姐租一套房子 让她早点离开顾家 但希希却不同意 我不知道她在坚持什么 但我总觉得她和她表姐之间 非常奇怪 对了 你帮我查一下她表姐的身世和来历 动作要快 我查 不然呢 好 我查 我查 但你也得给我点时间 我得慢慢查 好好地查 我查一下 贺锦西 你私下去找希成了 我跟顾希成私底下说几句话 也要向你报备的吗 你别太过分了 素颜希 是你纠战缺长 我只不过是拿回属于我的东西 我对希成的感情和合约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那你怎么不敢说出你的真实身份呢 如果你有勇气跟她坦白 我就没什么机会了 天下乌鸦一般黑 别只说别人不看自己 你到底要怎样做才肯收手啊 你把妈妈还给我好吗 很简单 第一 从顾希成那里拿到三百万 还有第二 第二嘛 就是顾希成现在对我成见太深了 我不希望在她心里是这个形象 我要跟她单独吃个饭 你安排一下 你别做梦了 我是不会替你做这种安排的 这么无情啊 那你就这辈子都别想再见到妈妈了 你别再拿妈妈威胁我 我是绝对不会为了你 去做这种没有底线 还伤害别人的事情 好啊 不过我也把话说在前头 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 三天 我只给你三天的时间 如果我不能拿到三百万 如果我不能单独跟顾希成一起吃饭 那么我就到所有人面前 拆穿你的真面目 并且我还会把妈妈带走 让你永远都见不到她 贺锦希 你别太过分了 过不过分的 就看你的表现喽 三天 你只有三天的时间 喜成 我到底该怎样做 才能见到妈妈 也不伤害你 你回来了 你怎么睡沙发啊 我帮你去床床 你喝酒了 你喝酒了 你是不是生我气了 没有 我只是和司徒随便聊了两句 真的 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 今天下午说的那些话 都是我情绪上来说的气话 本来你的表情来看望你 是应该把它留在身边的 既然你不希望让她走 那我就听你的 喜成 你怎么那么好 你是我爱的人 我对你好 是应该的 你对我那么好 好了 别胡思乱想了 不行 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 我不能再被吉吉牵着走 必须要早点找到妈妈的下午 怎么还不来 来了 来 汐汐 你终于来了 来 来 来 快坐 我是等西程上班了 向主管请了假 才跑出来找你们的 老大跟你讲什么了 怎么了 老大跟我喝酒 他已经怀疑贺锦奇的身份 让我调查了 原来他这么敏感 当然 毕竟是花言总裁 这点警惕性还没有 把花言怎么继续下去 那你怎么回复的 好 我答应是勉强答应了 但我没和你说过 我也不敢把真相告诉他 但是我只能帮你们一段时间 时间长了老大一定会发现 我知道 只要拖一段时间就行 西西 你这么着急找我们 是想到什么办法了吗 我要赶紧想办法 先找到妈妈 只要找到妈妈 我就再也不用说贺锦西的要挟了 我就可以主动向西城坦白 让他知道事情的真相 可是 你确定要这么做吗 万一找不到阿姨呢 万一 老大生气了呢 虽然你们感情现在非常好 但你听我一句劝 老大对待感情非常认真 也是对真相绝不含糊的人 如果他发现 一开始你就和贺锦西互换了身份 欺骗了他 以他的性格我不敢保证 会发生什么 你就不怕失去他 行了 你不会安慰别人 就先闭嘴吧 现在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你不想办法解决他 告诉他后果有什么用 我觉得希希说得对 我们先找到阿姨吧 等阿姨回来了 一切都能解决 呷 别 RP 你跑哪儿去了 我的钱呢 我的人呢 你何必那么着急 不是说好三天时间吗 看你这么胸有成竹的样子 怎么 你不想再见到妈妈了 你别乱来 我告诉你 今天或者是明天 我一定要见到顾锡城 后天凌晨之前 我的账户上必须到账三百万 否则 我就把你所有的一切全部摊开 你这辈子 都休想再见到妈妈 你不用威胁我 如果妈妈出了什么事情 我保证 你想要的一切全部落空 这个苏颜夕 竟然诚心跟我过不去 等我拿下了顾锡城 我让你哭都找不到地方 我让你去 贺小姐 麻烦您来一趟疗养院吧 什么事 你母亲情绪很不好 她好像真的忘了你妹妹已经去世的事情 坚持让我们给她打电话 我们实在没办法 您还是来一趟吧 行 我知道了 我现在就过去 你们先安抚一下她 好的 您尽快 又是苏颜夕 她到底什么时候才能 从我的生活里面消失 真是烦死了 赫小姐 您终于来了呀 您母亲不吃不喝 一直逼着我给你妹妹打电话呢 人老了呀 脑子就会有问题 没关系的 我来处理 为什么不吃饭 你跟别人说 你妹妹死了 我这么做 当然有我的道理 你们是亲姐妹 就算你不想让我联系她 你也不可以这么说 是你逼我这么说的 你明明知道 我不想让你跟她联系 你为什么还要搞那些小动作 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向着她 妈妈 你的医院是我找的 医疗费是我出的 你为什么不能替我考虑考虑 妈妈没有不在乎你 你们两个在我心里 其实是一样的 少骗人 真的 当年我和你爸爸离婚的时候 我是想带着你一起走的 可是 法院把你判给了她 我有去求过她的 不要再提那件事情了 当初是你自己假装清高 非要惊身出户的 就算我跟着你 也只会过着跟苏妍欣 一样的苦日子 我才不要 你怎么会这样 我这样怎么了 我没有错 错的是你 是你的懦弱无能 才会让别的女人登堂入室 才会让我在自己家里 有了寄人篱下的感觉 也是你 让我知道了 凡事都要靠自己去争取 否则就什么都得不到 早知道今天会是这样 当年 我无论如何 也会把你一起带走的 不要再说那些没用的了 我来 就是来告诉你 不要再给我添麻烦了 我已经够烦的了 我就是想知道 她过得好不好 你放心吧 她好着呢 只要她答应我的事情都做到了 我会让你们见面 你要让她 答应你做什么 你之前不是跟我说 她一直都在忙吗 你是在骗我的是不是 你们可是亲姐妹呀 够了 我也是你的女儿 你为什么不能担心担心我 孩子 我来这一趟 要浪费很多时间 你好好吃饭配合治疗 不要再给我添麻烦了 我来 来了 给你带来三明治 怕你帮我好好吃饭 果然没有好好吃饭 还喝黑咖 你的胃不想要了 原来被人关心的感觉这么好啊 那以后 能不能每天都来一次 想得美 加班费 干什么啊 干什么啊 加班费啊 要不要 连明天都一起不要 妈妈 不要 不要 先吃饭 我这 是我今天 工作了一天都 都麻了都 来不起来了 顾总 来 顾总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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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 街上 三个孩子 抢往影 明亮的色彩 鼓励我前进 一片香口中 万里无语 暗示着我们 会一起顺利 需要 我各的幸运 我各小米 在开口前 我讨厌 你自己拿着 我讨厌 你自己拿着 今天怎么有空上来找我啊 希希 怎么了 你有什么事 直接和我说就好了 西肠 我想 请你和我姐姐吃一顿饭 为什么 因为你昨天说的事 我觉得你们之间 有误会 但他毕竟是我的亲人 所以 有什么话我们当面说 把误会解开 西肠 我不是 可以啊 你同意了 只是吃个饭而已嘛 如果你觉得 我和你表姐的关系 比较紧张 让你为难了 我当然愿意配合你啊 我希望你在我身边 每天都开开心心了 西肠 你过来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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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总 去帮我查一个人 从他来顾家之前 和来顾家之后的门一天 好的 对了 关于上次赫氏集团的投资方案 暂时以审横的名义扣下来 没有我的签字 谁也不准动 好的 顾总 我马上去办 好 放心吧 问题我都解决了 以后有什么事啊 也麻烦你们及时通知我 您放心 我会的 您对你母亲可真是孝顺 晚上六点 约了西城和你 一起晚餐 你还没办法 苏延熙可以啊 这么快就搞定了 安安 你别着急 放轻松 这可是西西的大事 如果我们不能帮她找大医 这事可就麻烦了 其实老大真的没那么好骗 我们这么做太冒险了 你到底坐不坐 哪有那么多废话 快点 他们约了在东边那家餐厅 我们现在就过去 好 顾先生 您的客人到了 是 西城 等很久了吧 没有等多久 我点了一些这里的招牌菜 不知道合不合你口味 只要是你点的呀 我都喜欢 你怎么 我刚去上了个厕所 没想到表姐 你已经到了 锦西啊 厕所在哪里啊 你陪我去一趟吧 好啊 宋颜夕 你耍我 不是收护西城请我吃饭吗 是她请 只不过我也在 你什么意思 你的目的 不就是想和西城缓和关系 拿到三百万吗 但是如果我不在 她根本就不会来 你 我劝你不要太贪心 既然来了 就好好吃完这顿饭 或许这顿饭后 西城会改变对你的想法 她有了不一样的态度 你才有机会 拿到约定的三百万 你不要以为 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这种缓兵之机 我见多了 见过又怎么样 你的要求我已经做到了 但饭吃不吃 钱能不能拿到 得靠你自己决定 好 但是我警告你 别想耍什么手段 如果我跟顾西城之间 变得更糟 我会让你看见 更糟糕的事情 那我们吃饭吧 那我们吃饭吧 西城 你好会点菜啊 喜欢就好 好 来 表姐来家里这么久 第一次请你吃饭 照顾不周 请你不要介意 怎么会呢 你能让我住在家里 我已经很感激了 以后啊 我也会努力为家里 做些事情的 照顾好你 和锦西 表达感谢 表姐说得对 一家人呢 就是要互相照顾 来 给你盛碗美味的鸡汤 来 给你盛碗 你干什么 不好意思啊 我手滑了一下 走开 我自己去处理 西城 我帮表姐去处理一下 你等我啊 好 好 表姐 我帮你吧 不用你管 我 我 密码 妈妈的生日 不是 那是什么 我们的生日 不是 那是什么 是什么 有了 真急死了 来了 信息打开贺锦西手机了 有什么发现吗 好像都是通话记录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信息 我看看 我好像知道阿姨在哪儿 在哪儿 但是我不确定 咱们先去 如果先找到人 我们就赢了 那快走吧 表姐 不好意思啊 今天都因为我用餐不大愉快 要不然这样吧 我陪你一条裙子 一件裙子而已 谁稀罕啊 不过西城 今天的饭确实不太好吃 要不改天 你再陪我吃一次吧 可以啊 你来花言 公司的加班盒饭 还不错 快走 累了吧 快去洗个澡 早点休息 我去书房 还有事情没有出去玩 别带来了 好 我知道了 去吧 喂啊 希希 我们找到阿姨了 真的 是司徒通过贺锦西的打车订单 凭借出了她今天去过的几个地方 发现她的订单连接起来 就在远郊的疗养院 我们已经查到电话打过去了 疗养院确定阿姨就住在那里 真的 妈妈就在那里吗 你快点悄悄溜出来 我们在疗养院门口等着你 好 西城 对不起 那先这样 有消息再联络 希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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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希希 是你姐姐带你来的吗 妈 身体恢复得怎么样 有没有好一点 手术做得特别成功 恢复得也特别好 我已经能下地走了 别别别 来 就是医生啊 让我多卧床休养 这次啊 多亏了锦夕 妈 安安再帮你办出院手续 一会儿我们就走 颜希 你和锦夕怎么了 ,我问了她很多次 她就是不肯告诉我 你们两个到底发生什么了 妈 其中的事情我以后再跟你说 好啊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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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了,先上来吧 是啊,阿姨 希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我们先走吧 来,阿姨 小心一点啊 来 当心,当心点 坐这儿 好 慢点 苏妍夕